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們這邊聯合國的議程 那等一下10點10分的時候是由盛佑 來為大家演講自家用Colin爬蟲實戰 以統整多平台Podcast聆聽數據為例的演講 那我們就直接把時間交給盛佑 嗨 大家早 好 等我一下好 好 大家早安 那今天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自家用Colin爬蟲實戰 我是盛佑 那目前在Jabrin當技術部傳教士 那我主要工作就是推廣Jabrin的產品跟Colin的程序員這樣 那今天主要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去年開始有跟朋友一起錄Podcast 然後為了瞭解就是我們Podcast在各個平台上的聆聽數據 所以我們自己弄了爬蟲 以及我們做了一些有趣的事情這樣 那所以先跟大家介紹一下就是我的Podcast 我的Podcast叫做Colin爬蟲曼談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Podcast呢 其實可以從2019年開始 就是我們2019年開始我加入Jabrin 然後開始在Colin社群開始推廣Colin這樣 那我們Colin團隊其實有成立一個組織叫Colin User Group 那這是由Colin團隊在後面支持的一個 就是在各個城市裡面的一個 算是同好會的那種概念 那我們希望可以透過像這樣的一個組織 讓更多人知道什麼是Colin 以及把Colin用在他們工作上 然後給他們一些幫助這樣 那從2019年開始我進Jabrin的時候 那時候大概有八個是會講中文 就是在中港台三個地方大概有八個Colin User Group 那經過這幾年的培育之後呢 我們現在大概有十八個城市有Colin User Group 那其實算是一個蠻顯著的成長 那大家可以感受到就是Colin在開發圈裡面 其實有越來越多人使用 那2020年的時候那時候是疫情的關係嘛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做一些實體的活動 那我們那時候就想說那我們來做線上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來辦這個Colin讀書會在線上 然後每次我們會錄影 錄影會放在YouTube上面 那那時候其實還算蠻熱門的 我想多少有點疫情紅利啊 因為大家都關在家裡嘛 沒有辦法出門 那除了我們辦讀書會之外 我們還有兩個群組 一個是在LINE上面 一個是在Telegram上面 那主要就是讓大家在參加讀書會之餘 你還有一些討論的地方 然後大家可以交流這樣 那我們目前這兩個群組 大概都是五百人左右這樣 那2021年的時候我就想說 那我們其實有很多很優秀的Colin開發者 那但是因為我們官方雖然有辦ColinCon 但是ColinCon通常都辦在國外 然後用的語言也是英文為主 那所以我想說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做一個 以中文為主的一個平台 讓這些很優秀的開發者 可以在這個平台上面來做發表 那所以我們那時候在2021年的時候 就開始辦這個Colin中文開發者大會 那這個部分也是在 就是在YouTube跟這個Bilibili上面做直播這樣 那從那時候開始連續辦了兩年 那今年應該也會繼續舉辦這樣 對 那大家可以看到 就前面我做了蠻多事情 其實都跟ColinUser Group有很大的關係 然後我們透過這麼長時間跟他們一起成長 其實我們也建立起很好的革命情感 那2022年的時候我們就在想說 就去年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還可以做點什麼 就在推廣Colin的路上我們還可以做點什麼 所以我們想說那不然我們來錄Podcast 因為那時候Podcast還算蠻熱門的 所以那時候就跟這個右下角 就是我們這個上海ColinUser Group的主辦人宇昂 還有我們台灣ColinUser Group的志工Maggie 我們想說那我們來錄Podcast 所以我們就成立一個節目叫做Colin路邊漫談 那時候我們也是在做個實驗 因為大家假如有機會去Podcast平台上面搜 Colin這個字的話 你會發現只有一個Podcast 然後Podcast還是我老闆做的這樣 然後我就想說 但他做的是英文版嘛 那我們來做個中文版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應該算是Podcast平台上面 唯一一個講中文 然後是以Colin為主題的Podcast這樣 那現階段我們做出來的成果 就包括我們有三個共同主持人 那我們會輪流一起主持 有時候是三個人 有時候兩個人 有時候一個人這樣 那節目運行到現在大概是1.2年 然後我們已經有10期的節目了 那第10集是最近才剛上線 那預計下禮拜一我們會上第11集這樣 那其實我們錄是已經錄到13集了 所以我們還在陸續剪輯當中這樣 那大家有意識到就是我們剛剛在辦很多活動的時候 其實我盡量去滿足各式各樣的聆聽的需求 那我們支援兩種語系 就是我們有發繁體中文也有發簡體中文 那為了要覆蓋到所有可能的平台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其實把我們的Podcast 部署到10個平台上面去這樣 對 那主要也是因為各地的聆聽習慣稍微有些不同 然後甚至在Apple Podcast上面我們還有兩個 就是它雖然說只有一個平台 可是上面有兩個節目 一個簡中一個繁中這樣 那部署到這麼多平台我們就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其實我們很想要知道Podcast的聆聽數據 因為大家知道Podcast不是像直播 就是你這個聲音放上去之後 其實你要等到過一段時間才知道聽眾的反應 那所以我們就想要知道我們做的節目的內容 哪一些是比較受歡迎的 然後哪一些是聆聽數比較高的 但是因為我們放到這10個平台上面 其實我們根本很難知道各個平台上面的聆聽數據 然後他們其實也沒有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用過Podcast後台 就是基本上還滿陽春的 然後其實也沒有太多跟這個統計有關的數據 所以都可以 只能自己來 那好在是說我們去看了所有Podcast的這個網頁 那除了剛剛我們提到像Apple Podcast 或是Google Podcast之外 其他的Podcast大部分都有把那個聆聽數字寫在他們的網頁上 那我們先不管那個數字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因為我們聽說有些平台會灌水 但是呢我們就信了 那反正就是在這麼多平台上至少它有寫在網頁上 那我們這些工程師基本上就是想說 那很簡單嘛 既然有寫在網頁上那我就把它爬回來 所以我們想說那我們是不是可以寫個爬蟲 我們就是去讀這些網頁上的數字 然後把它抓下來這樣 好 但是大家說到網路爬蟲的時候 我不知道大家想到的語言是什麼 對嘛 就是我都已經想好了 就在天龍網路書店上面搜尋爬蟲兩個字 出來的書幾乎都是Python 那偶爾會看到什麼JavaScript啊 PHP啊 什麼Excel也有 但是基本上大家想到的都是Python 但其實真的只能用Python來寫嘛 既然我們是Colin-Rubin漫談嘛 那我們既然要做 那我們就要用Colin來做 所以我們想說那Colin是不是也可以寫爬蟲 那其實當然是可以啦 而且我不知道大家用Python寫爬蟲的時候 用的那個套件叫什麼名字 BeautifulSoup嘛 對不對 那在Colin這個生態系 就JVM生態系裡面 我們也有Soup 我們就叫JSoup這樣 所以我就發現說其實你要爬蟲 我們也有JSoup可以用 所以你可以用你自己熟悉的語言 跟生態系來寫爬蟲這樣 那你去思考我們這種爬蟲 就所謂的靜態資訊擷取這件事情 其實他只做兩件事情 第一個就是他用一個HTP client 那他發一個HTP request到你的目標對象上面 然後其實去下載那個 他是去下載那個網頁下來 所以他下載下來的就是一個HTML DOM 那第二件事情相對比較重要 因為HTP client大部分都 每一個生態系都有 那第二個就是我們說JSoup的重點 在於他是一個Done Parser 就是他會去Parse這個HTML的Done 那當他可以Parse這個HTML的Done的時候 我們就比較容易去抓到我們想要的那個字串 你就不需要寫那個Regex 我知道現在大家用ChatGPT 但是以前我們要用那個Regex來寫ParseHTML 其實是一件很麻煩的事情 所以假如有當Parser的話 對你來說是相對比較簡單的 好 所以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就用Colin來使作網路爬蟲 然後來爬剛剛我們看到的那些Parket的數據 那要怎麼做這樣的專案呢 基本上就是用開發三套件 就是第一個就是JDK 那現在大家應該可能開始在使用 就是第17的版本 就是LTS的版本 那因為我們是自己寫 然後自己Run 所以我們基本上沒有Legacy的問題 最新版給他用上去 再來就是我們習慣用Gradle 那你要用Maven其實也可以 那第三個就是用ID 就是Intel加ID 好 那你要做的事情就是第一個 先把JSUP加到你的Dependency裡面 那假如是Gradle的話長得像這樣 那JSUP的語法其實稍微看了一下 還滿簡單的 就是它大概分了三步驟而已 第一步驟就是 你先跟它講說你要抓哪個網頁 所以它就有個JSUP的Connect 去抓你要的那個目標位置 那抓回來之後呢 其實它就是一個HTML的一個檔案 然後它已經幫你把它用DownParser爬過了 所以它回傳的那個物件其實是 那個HTML的檔案爬過之後的物件 就是用DownParser分析過之後的物件 那所以接下來你就可以開始用 它給你的語法去找到你想要的那個目標的位置 所以你這邊就可以用它這邊有個Select 那Select其實就是CSSSelector 那大家寫過CSS的話就應該很清楚 就是你只要用CSSSelector 就可以選到你要的那一塊 那但是因為通常你在抓這個爬蟲的時候 像我們這次的範例比較簡單就是 我只要抓那個數字而已 所以對我來說我只要抓到那一格其實就可以 但是假如有時候你要爬 比方說有人是要爬什麼商品頁 然後抓那個比價網或什麼的話 那它可能通常是抓到一個區塊 然後抓到那個區塊之後 它再用ForEach的方式 把那區塊裡面一個一個LI 把再一個一個抓出來然後抓裡面字 所以你先抓到那個目標位置之後呢 下面第三步就是你要把你想要的字串抓出來 那想要抓到字串抓出來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你是要抓HTML包住的那個字 那你就是用Tags 你假如是要包含HTML的Tag 那就是用HTML 那假如你是要抓到這個範圍 不只是裡面的那個HTML 還包含它本身包住它的那個HTML 那就是AlterHTML 那假如你是要抓到HTML Tag身上的那個attribute 就是屬性的話 那它也有屬性可以抓 所以就是看你自己的需求 來去抓各式各樣的內容 所以這次的語法其實相對單純 那重點是你能不能抓到你想要的那個區塊這樣 那就是花一些時間來做實驗 那我這邊就是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就出個兩題給大家來玩一下 就是這個是我們把它部署到喜馬拉雅 這是一個大陸的一個Podcast平台 那它在顯示 你可以看我左邊有個截圖 就是它有把這個546這個聆聽數字寫在網頁上 那這邊是我已經把那個網頁的部分的內容把它抓出來 那我們現在就來看看 大家會用什麼樣的CSS selector 來選到我們說的546這個位置這樣 然後因為我們今天有帶一些小禮物 就是假如有回答 然後我就給你一個calling的小別針這樣 有沒有想要挑戰一下 就你只要講你的CSS selector是什麼就好了 其實CSS selector我後來覺得它也沒有什麼標準答案 就看你要分幾步或者是你要多精準去抓到那個位置 所以其實只要你能選得到就OK了這樣 好 來 點I 蛤 先什麼 你什麼 先點放著然後再控制 嗯 哦 I的I 好 你剛好掉進我想要設計的陷阱裡面 為什麼呢 你會發現 那個I本身裡面沒有包東西啊 它I只是為了放它網頁上那個Icon而已 所以你假如抓到XU Icon的話 你會抓到空的東西 你會抓到空的東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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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對對對 你得到它了 就是大概是這個意思啊 所以我們這邊的寫法 我這邊那時候寫法是這樣 就是 大家可以看到下面就是我先去抓那個網頁 抓完以後 我是先抓DIV底下的info 然後再抓DIV底下的category 那你剛剛說的也沒有錯 就是你可以直接抓category也可以 然後再來就是抓裡面的點count 就是class是count 但因為就像你講的就是它會有兩個spam嘛對不對 所以你要抓到第二個 所以你會看我這邊在collection裡面是抓第二個 第二個抓到之後我再把它的字拿出來 那我剛剛有提到說你假如是用點tags的話 它就會幫你自動把I去掉了 因為它不是字嘛 它是HTML tag 所以I的部分就去掉 所以就會拿到546 那有時候怕那個網頁上面會有一些 前後有一些小空白 所以就用trim把它trim掉 然後最後再把它轉型成int 那這樣就抓到了 OK 好 謝謝 那 好 其他的我們就大家看一下 就是基本上概念都差不多 那這個的話比較特別一點就是 因為你在抓的時候呢 它把數字跟次放在一起 就是它寫11次這樣 那你就要稍微做一點就是處理 那像我在抓的時候 因為怕它跟7 因為你會看到它這個旁邊那個圖片 它其實是三個東西放在一起 然後就是它有播放 最近更新跟時常 這東西都是三個DIV 所以在抓的時候 你不確定你抓到的那個東西 是不是你要的那個數字 所以我那時候在做過濾的時候 有稍微去抓一下 就是裡面有包含次的那個element 我才把它抓出來 然後抓出來之後 我還把那個次把它拔掉 那最後才轉型 那最後才會變成我想要的那個數字這樣 所以大概的邏輯都是跟剛剛那個 同學講的一樣 就是 基本上就是用這種方式來抓到這樣 但我在抓的時候 其實前面都還蠻順利的 就是我在抓什麼喜馬拉雅 剛剛看到什麼蜻蜓 都非常順利 就是照剛剛那個邏輯 它們網頁都是直接就秀出來 但我在抓到一個東西的時候呢 突然發現它網頁抓回來是一片空白 那個就是youtube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抓過youtube網頁 就抓回來之後 假如你把那個htt丟進你的柔軟器裡面 發現哇 是空白的耶 為什麼呢 因為它整頁基本上全部都是javascript 就是它都是把頁面載進來之後 才用javascript開始一個一個大東西放進來 所以假如你只是用一個htt client 去抓它的時候 你會發現你抓到的網頁根本就是白的 所以裡面沒有東西 所以那時候我就有點慌了 我就想說那怎麼辦 就是唯一會的一招就沒了 那時候在想說那我是不是要開始用selenian 對 但在我研究selenian的時候呢 突然冷靜了一下 發現其實它有寫啦 它不是寫在body裡面 它寫在head裡面 就它這個整個網頁裡面呢 它把聆聽數字寫在head裡面的meta這個tag上面 所以其實它有寫在上面 那只是說它寫的方式不是跟 剛剛我們看到的 它是把它寫在網頁上 它是寫在meta 然後我猜它應該是載入之後 再把這個數字丟進你要的位置這樣 所以它必須等一段時間 等它render完之後 你才看得到這個是這個字 但對我們來說沒有差 因為反正我們是機器人去看 不是我們要看 所以我們只要抓到這個html 然後抓到meta那個tag裡面的這個東西就可以了 好 那這個時候又來第二題考題了 就是你要怎麼抓meta裡面的這個attribute這樣 有人要挑戰嗎 這題我認為是就是稍微比較難一點 因為那時候我也是不會抓 然後我是google了以後才抓到了 有人要挑戰嗎 沒有 好 試試看 對 概念上是一樣的 只是它的語法大家可能要看一下 就是它還是用css selector 只是它是先抓到meta那個tag 而且它指定我要的那個attribute是哪一個 它才會抓到真正的那個meta 因為它有很多個meta嘛 所以你一定要用css selector select到你要的那個interaction content 這個attribute的那個meta 然後拿到之後也是要先取出第一個 因為它可能有很多個這樣 那拿到之後你要再用attribute去抓content裡面的內容 然後最後才是那128這樣 所以即便沒有用celinia 我們還是把它抓到了 那這是我們走過的路程 大概是這樣 好 那我們有把這些資料爬回來之後 接下來我們就想說 那我們就把它存到資料庫裡面 那我們剛好上一場的reca講 就是我們用expose 就是我們JetBrand開發的ORM 那基本上 因為我們只是一個很小的專案 我們也沒有想要用到太複雜的那個 那個ORM的framework 可是我們就直接拿expose 而且它是用calling寫的 對我們來說相對比較習慣 那它也支援很多種不同的database 那我自己是 只是使用上的話 我是習慣用mySQL這樣 好 那用的話就是要裝一堆東西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它把所有的module都拆出來 你要先裝core 然後你要裝dao 你要裝 假如你用到datetime的話 那你要裝那個java time 或是那個joda time 那再來就是你的driver 你要用mySQL的driver 那假如你是用其他的資料庫的話 那記得要換成不同driver 所以它到時候會看你的那個連線自串 去判斷它要用哪一個driver 然後它就會去找它那個classpath裡面 有沒有那個driver 那有的話它就會開始載入 那在操作資料庫的時候 expose也提供兩種方式 一種是長得很像sequel語法的DSL 那另外一種就是很像物件的dao 就所謂dataassessobject 那DSL的話基本上它是用calling包過一層 所以你在寫的時候看起來很像sequel 可是實際上它不是sequel 那你就好奇 那為什麼不乾脆直接寫sequel 差別在於那個type的問題 就是形別 就假如你是單純寫sequel語法的話 那在程式裡面它就是一個字串 可是你假如是用DSL的話 calling已經幫你包過一層了 所以所有東西都是有形別的 那你只有任何語法錯誤 calling compiler會知道 所以這樣幫你多做一層保護 那我自己是比較喜歡走dao這一派 就是我們比較喜歡像操作物件 所以你就只要宣告 你就宣告table的那個長相變成一個物件 然後再宣告一個entity的長相 跟table之間的關係 就可以做出來 所以大概是長相這樣 就是我只需要抓到 我需要記錄的是我是在哪一個平台 然後是哪一個episode 就是哪一集 然後它的listening number是多少 以及我是在什麼時候抓的 我就這四個欄位而已 那所以我有定義我的table跟我的entity 那在expose裡面它基本上的概念就是說 你操作的時候是用entity去操作 那你寫進去的時候是要跟它講 它寫進哪一個table 它就把entity丟給那個table這樣 所以中間會有做個對應這樣 好 所以我們就是用database.connect 去連到我想要的那個資料庫 那這邊當然就是你要設定好 你自己的driver跟你的連線自串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開一個transaction 在expose裡面它就是 你只要每一次有 要寫入跟資料庫做互動的時候 你就要開一個transaction 然後在transaction裡面 就是放你的不管是DAO的語法 或是DSL的語法 那當這個transaction的結束的時候 它自動會把那個connection關掉這樣 所以對你來說就是把它包在transaction裡面就好了 好 那大概這樣我們就完成了我們這一次的目標 那接下來是想跟大家討論一下就是你在寫類似像這樣的爬蟲的時候 你可能還會遇到一些其他的問題 那比方說我們這一次的格式是相對簡單的 就是我們是抓一個文字或是一個html 所以你只需要用剛剛我們說的down parser就可以做完 但有時候你的爬蟲的對象 就是你爬的目標對象可能是一個API 那API有可能是JSON格式 所以你可能需要用JSON的那種 所謂的序列化庫serialization或desserialization 來去做序列跟反序列這樣 那這個其實在我們的生態系裡面也蠻多的 你可以用JSON、Jackson或是Marsh 那在Colin裡面也有ColinX Serialization 所以大家可以根據你自己的需求來做選擇 那假如你的對象很不幸的是XML的話 那你可能就要再用一些XML的序列化庫 比方說你是用 你假如前面是用Jackson的話 Jackson也有支援XML的Serialization跟desserialization 那或者是你可以用其他的 比方說像Colin也有 也有人出這個Colin的XML的處理的parser 那你也可以用它 那最後就是萬一你是用CSV 那我們為什麼會講CSV 主要原因是因為 大家看到我們剛剛有這麼多平台 其實不是每個平台都有把數據寫在網頁上 那有一些是他把它放在後台 然後你必須下載一個CSV來處理這樣 那遇到這種狀況 你可能就是變成你要寫一個parser 先去下載那個CSV 下載完之後你再把它倒進你的資料庫裡面來 那這個我們還在研究要怎麼做這樣 好 那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萬一畫面上的資料要等JavaScript的 就是等JavaScript載入後才能抓 那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講到 就是說假如你遇到像YouTube這種 就是它需要一個JavaScript的引擎 它才能跑的話 那你可以怎麼做 那大家應該已經猜到答案 就是用Selenian 那在Colin或是JVM生態系裡面 也可以用Selenian 那你就是裝這兩個東西 一個是Selenian的JavaDriver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假如你不想要管那些 就是Firefox或Chrome的Driver的話 有一個叫WebDriverManager 裝好之後其實語法很簡單 就是先叫WebDriverManager 去幫你抓你要的Driver 那假如它抓過的話 它直接用Catch裡面的內容 然後接下來就是把你的Driver New起來 那New的時候可以給它一些參數 然後再來就跟它講 它抓哪個網頁 然後一樣也是用CSSSelector 去抓你要的東西 然後最後把它轉型抓出來 然後最後把瀏覽器關掉 那大家假如好奇這個流程的話呢 我們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就是在我們剛剛那個程式碼 跑了之後呢 它就會操作你的電腦 然後把Firefox開起來 然後把網頁載進來 那這個就看今天網路夠不夠力啊 假如不夠力的話 等一下就會失敗了 好 然後它抓到之後 不過在Selenian 有時候你要稍微有點耐性 因為第一個是它開網頁很花時間 然後第二個就是它載入網頁也需要時間 那再來就是 有時候你在載入網頁的時候 看你的網路狀況 它可能載入的時間 不一定是在你想像中的時間內載入完 所以像我這邊還故意叫它睡了五秒鐘 就是為什麼它等那麼久 是因為我怕它那個HTML 跟Java Screen還沒有跑完 所以我故意等它五秒鐘 那最後它就會抓到我想要的那個數字這樣 那除了我們剛剛說Selenian之外 其實也有很多類似這種所謂的headless 就是無頭瀏覽器 就是不需要開圖形界面 我剛剛是故意把圖形界面開起來 但其實你可以加一個參數 它就不會把圖形界面開起來 它就會靜靜的在後面跑這樣 那假如你想要用這樣的headless 瀏覽器其實也蠻多選擇 比方說像Playwright或是Pubtear 或是第三方服務都有 那這邊還有另外一個比較特別 叫HTML Unit 這也是我在這一次在查資料的時候才發現 HTML Unit它是一個用Java寫的網頁模擬器 可以這麼講 就是它實際上沒有開一個真的那個browser起來 而是它用Java去模擬那個JavaScript的運作 然後最後把那個結果算出來給你看 所以它的好處是有點像是 比開一個browser再更快一點 但它的缺點就是它有些地方 可能在解析JavaScript的時候 可能沒有那麼完整 那這個大家我覺得可以去試一下 假如你今天很在意那個爬蟲的速度的時候 或許你不見得需要用到 全功能的headless的瀏覽器 那最後一個問題就是 像我們剛剛在抓這個數據的時候 其實我不只是想要抓到 它現在有多少人聽 我還想要知道 比方說我發布之後 這前三天它的每一個小時 那個數據是怎麼成長的 這樣我才可以知道大家聆聽的習慣 以及我發布出去大概熱潮多久會過 所以其實我們需要的是一個定期 然後排程去抓資料的一個工具 那這個東西其實有很多類似像Q的工具 那我這次是用JobRunner 那我覺得第一個是它用起來 我覺得語法很簡單 然後第二個就是 就是它的那個UI看起來蠻漂亮的 等一下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那用法很簡單 也是裝兩個dependency就好 那這邊它一定要裝 Jackson的原因 是因為它在把Job 丟進它的Q裡面的時候 它其實是用Json壓過一次 然後把它存起來 所以你這邊一定要裝 Jackson 好那要怎麼爬呢 就是你先啟動一個JobRunner 然後你把你自己的爬鬆也new起來 然後再來就是把你的爬鬆 丟進它的這個background job裡面 然後跟它設定你的Chrome 是每一個小時要抓一次 那它其實只是給它一個LAN打 那它就會把這個LAN打 丟進它的Q裡面 然後它就一個小時會幫你跑一次 那所以跑起來其實也蠻單純的 就是我們剛剛這程式 剛剛這程式碼跑起來之後 它就會開一個像這樣的畫面 就是你什麼事都不用做 就是它會幫你把這個UI做出來 然後就可以進去看 那在我的原本的範例裡面 其實我是有把我所有六個平台 可以抓的那個爬鬆都放進來 那我們可以隨便找一個 然後把它trigger起來 然後它就會進到它的job裡面 然後它就會開始照著排程去跑 然後它就會丟進processing 然後看它成功或失敗 然後你可以在這邊去看到它 跑的這個過程這樣 好 那它現在正在抓了 就在抓這個bilibili的數據 然後等一下抓回來之後 它就會說success這樣 那success完之後 我們再回來我們的ID裡面 看一下我們的db 好 那它就已經爬回來了 好 就是像這樣 所以大概整個流程是用這種方式 就可以做到 所以假如你今天需要爬 定期要爬的話 那你可以用這種方式來做 那當然你也可以把你的爬鬆 就是切得很小 然後每一個可以分散去爬 那這樣的話你的效率會更好一點這樣 那再來就是大家可能會好奇 除了Jsloop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選擇 的確就是還是有其他 像colin這邊也有個叫做scribe 那scribe的話它是 一樣是用colin寫 然後它是封裝成這個colin的DSL 就是你發現寫colin的人都很喜歡寫DSL 那寫成DSL之後它就可以像這樣 就是一層一層一層去描述你的request跟response 在做什麼 然後要抓到什麼東西 然後最後就回傳一個list 那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東西 就是它在scribe裡面 它有一個叫做htp-factor 那這htp-factor就是我們剛剛講 像Jsloop一樣 就是我去用htp-client下載那個檔案 然後做parse 但它還有一個叫做browser-factor 那browser-factor的話 基本上就是用selinean 所以假如你想要用一個套件 然後就搞定兩個東西的話 你可以用其他的這種 像scribe這種套件來做 好 那今天時間的關係 就是我們大概回顧一下 我們今天做了什麼 就是主要就是我們在做podcast 然後我們想要知道我們的podcast 發布在各個平台之後 它的聆聽數據是怎麼樣 然後我們想要去做監測跟觀察 那為了要做這件事情 我們想說 因為它只寫在網路上 所以我們就用colin寫的p-factor 那用colin寫的p-factor有哪一些好處呢 我自己覺得有幾個 第一個就是你不用用多種語言 就是說你不用 你的某些東西是用colin寫 然後某些東西是用python寫 你可以直接用一個你熟悉的語言 來做所有事情 那第二個就是 就是其實colin已經 colin生態系裡面已經有很多個 韓式庫框架跟工具 我們剛剛介紹了很多 不管是JSUPER JOPRUNNER 就是你該想要的東西都有 那再來就是 你有時候在做爬蟲 做完之後 你當下爬這東西只是第一步 你通常爬回來之後 你還想要做其他事情 比方說你想要做一些數據分析 或是想要畫圖表 那JVN的生態系 畢竟已經很成熟了 所以你要找到相對應的工具 其實也是相對比較簡單 那所以比方說像我們抓這個資料回來之後 我們就想要畫圖表 所以我們後來就還在做 就是我們就用這個 Spring Boot裡面有一個UI套件 應該算是UI的框架 叫Varding 那剛好我們其中一個主持人Maggie 他對Varding比較熟悉 所以他就幫我們把爬回來的數據抓出來 然後用Varding把它畫成圖表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假如你今天生態系有很完整的工具的話 基本上你要做延伸的應用也會比較簡單一些 好 那講了這麼多 還是要攻上一下我們的Podcast 就是假如大家對於Calling有興趣 然後想要知道更多Calling的一些趨勢 或者是各個公司他們是怎麼用Calling 然後或者是一些技術主管 他們為什麼當初選擇用Calling 以及他們怎麼走上他們的技術管理之路 都可以來聽我們的Podcast 我們最近也有幾集是在路邊錄 就是我們本來叫路邊漫談 但是因為後來我們跑去新加坡的路邊 或者是Calling.com的現場來錄音 所以我們把它改名叫路邊漫談 這幾集就是背景音量比較潮一點 大家稍微忍耐一下 但內容都蠻有趣的 所以大家可以到我們Podcast.Calling.tips 另外就是我們這次有到JPN聯合國 擺一個攤位在大會攤位的現場 那假如大家有興趣可以到我們那邊看一些 我們社群裡面的一些大大門寫的Calling書籍 然後我們也有放一些貼紙 還有一些小禮品 小紀念品 然後也可以玩這個Cost Club大地遊戲 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到我們的攤位 那左下角的QR Code 是我們Calling Taiwan User Group的官網 那有任何活動 或者是我們的一些學習的教程 什麼東西都會放在這上面 好 那就謝謝大家 那看有什麼問題可以再跟我們交流 謝謝